男女的话,通常你要两阶段 那如果两阶段的话,你第二阶段就是把这个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剪下来 把不包含等号的部分先剪下 底下的话是逻辑函数 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把第一次的剪下来,贴到第二次 那如果还有第三次,你就在第二次剪 再一直往后,那这样公式可以串很长一串 OK,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他会有三个问题,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可能慢慢习惯 他这个就是意识逻辑,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 刚刚的这里面的结果 如果等于1的话 刚刚东西,再一次 刚刚这里有说剪贴簿 理论上直接把它贴上去 等于1 对不对 那这边当然是男,反之就是女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等于1嘛 这边输入男 反之的话呢,就是女 那一样他会自动帮我们加那个前后刷一号 所以我的习惯是 你就打完离开,他自动前后刷一号 但如果你这样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全部都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错误啦 OK,哪个地方有错呢 1 对 1要怎么办呢 对,前后一定要加双颜号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双颜号的话 特别是 他的形态不一样 因为呢 这个mid之后的话 他意思是说从这里面帮你抓这个 但抓回来之后,他一定是长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前后没有加个双颜号 他这个地方等于1,他不相等 OK 他两者不一样 所以你记得 一定要在1的前后要加双颜号 如果没有加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那这个概念呢 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出错 因为蛮多人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无论 不只是这里 很多地方 像什么V的函数啊 抓到某个东西比对 奇怪 很多朋友说奇怪 怎么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 数也是一样 文字跟数字之间不一样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结果应该就会是正确的 OK 应该没问题了 但是呢 假如说另外 如果说出另外一道题 就是 题目规定 后面呢 我一律只能用数字 那我变成说 后面不变 但我又就变成说我一定要把前面 变成数字 意思就是说我需要一个 函数 他能够帮我把文字的一 变成 数字的一 再跟这边比较 两边就会match OK 所以这个另外一道题 这个也是工作上蛮多地方 也就是你后面东西来源已经固定 是数字了 你不能 改变 你只能改前面的话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 如果说 完全确定 那这一定错了 那你可以从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找到文字 其实文字在里面的就会有一个函数 他是帮我把数字资料转换 把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 其实你就看下方就知道 但不是这样你一个个看 为什么一个个看 刚好那个函数呢 如果是最后一个的话 那你不是看到最后才 刚刚好他就最后一个 就是这一个 Value 这个Value有没有 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叙述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 数字资料 不就是答案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以后 你假设 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test 这个test意思说我给他的是 1 经过Value之后 他出来就是这样子 OK意思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说我假设我一定要用那个Value 那我一定要怎么做 我是建议啦你干脆 就把它包在外面刮糊就好了 所以我的习惯这样 所以 签到这边来 一样 如果我不改后面这个 1 那我就在 这个mid 这个外面包一个 Value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习惯这样 跟R&D有点像 Value 不过可能最好要把它记下 Value 前刮糊 然后后面的话 到等号前面的后刮糊 OK 那这样的话 他意思就是把刚刚的1 文字1转成数字1 那后面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加那个前后刮糊 按确定之后的话 会不会正确呢 看一下 下下填满 结果应该也会是正确的 所以不就是改前面 不就是改后 两边形态一定要一样 这个叫资料形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 没有概念的话 怎么做都错 OK 那其他还有像Labs 我想这部分请各位自己在练习看看 那待会我们就要来练习 把刚刚那个 REP加LEN 切到综合练习 那做法上面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09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一串公式 所以我们先加09 end之后的话 特别之后 我要把09后面串他 所以我就加一个end 再去点 什么 点这个 点他一下 那意思是说我09后面就是11 那当然你可以不用一次全部做完 你可以打勾 有没有0911 有了 再来的话end end什么呢 end 当你不能84了 打勾的话 变只有 还缺什么 缺一个双引号 减 然后再end 一定要这样串 变什么 变80 可是 我现在还缺0开头 几个0 所以这边的话 就必须用刚刚的逻辑 重复几个0 我可以用什么 REPT end REPT 那几个0呢 不过这里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我希望打的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但不要按这个 他把它盖掉 请你按前面这边 REPT 他会点下去他会自动帮我们怎么样 把 把这个函数 加到end的后面 end的后面 所以我这边公式 有没有放这边 那我REPT repeat了什么 repeat了几个0 所以先跟大家讲说 我要repeat了几个0 那0是一个文字 重复几次 重复几次呢 根据什么 他里面 总长度 一定要三个 所以用3去减 一定要三个字 减掉呢 这里面有几个字 LEN 算一下 前括弧 点一下他 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字 后括弧 意思 他就是用LEN 算完之后两个字 减完一个字 重复一个字 当然这个是 减完之后变两个 所以要两个 按确定 所以你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会重复一个0 后面在end end什么 他这个 趋势 打个勾 OK 理论上 其实 你只要做一次 因为后面这个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公式 F4后面的end 复制一下 到最后面把它贴到后面去 为什么 因为贴上之后 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G4改成H4 把这个G4再改H4 再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其实不用往下拉 点他两下 这样就OK了 就全部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OK 请各位先试着多多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利用REPT加L1N完成综合练习题 刚刚那个mid的话 特别就是我要多讲了一个value 这个value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真的没有概念 那个形态不正确 说真的你怎么做都错 这个蛮重要的 尤其是你用文字类函数所取得的那个 取得的资料通常会是文字 OK 它不一定是数字 所以如果你在跟另外一个地方比对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错误 OK